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制作人 李宗盛 制作人 李宗盛 互助 李宗盛 梦盛 每次听到你 总是大风起 每次看到你 却又惊累起 长夜落日山河桌 你在飘渺云里花里 你在飘渺云里花里 唱歌一起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起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起 唱歌一起 于是我想到了第二种情形 死者是途经此地 住上一两天便要离开 那么他会到哪里投诉呢 客店 不错 而河口镇上只有一家客店 就是这个河口店 哦 我说您是怎么想到的 原来是这样 还有 我想到了傍晚时分 我们来到客店投诉时 店老板张身那些反常的表现 是 看样子确实是没人 街上就是一家客店 还关了门 今晚啊 咱们只好寻个人家 借宿了 店内有人吗 是谁 哦 过路之人前来投诉 请店家把门打开 就来 店家 店家 哦 请问是店家吗 你们要住店 想到了这些 我立刻感到事情不同寻常 于是细细地回思了当时的情形 有两个细节 引起了我的注意 请 请 请 拱生的猪头是用荷叶包裹 而凶手怀抱的死者人头 也是用荷叶包裹 这才致使二人错拿了对方的东西 而无独有偶 在河口店的柜台上 也放着一摞荷叶 这不能不令人起疑 于是我联想到了进店之时 张身神色惊慌的样子 以至于竟将外衣穿返 以至于竟将外衣穿返 让各位见效了 方才各位敲门时 我等已经睡下了 怎么 天上未黑便已安勤 店里没什么生意 又没有别的事可做 便早些安歇了 当这一切不停地闪现在我脑海之中 一个推论便油然而生了 那位死者来到河口店投诉 张身剑材起义 火铜店火鸡二人将其害死 由于客店之中人来客往 不同于寻常人家 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 张身不敢将死者的尸体就地掩埋 而是决定将其头颅斩下 让火鸡带到无人之处纵火焚化 而将尸体埋在另一处地方 这样即使日后尸身被人发现 这也是个无头公案 连死者是谁都不知道 自然无法破案 当然更牵连不到他的身上 我说得不错吧 你 你是在什么时候听到我们说话的 我并没有听到你们说话 不可能 不可能 否则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 如果你知道他是谁 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正当张身二人将死者的首级斩下 用荷叶包好 准备带出殿外焚化之时 我们恰恰来到了客店门前 可真是怪了 这店里好像没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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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上就是一家客店 还关了门 今晚啊 咱们只好寻个人家 结束了 店内有人吗 笨蛋滚到后面去 谁啊 过路之人前来投诉 请店家把门打开 就来 当我们进入店中之后 你以生意不好 店中没有食物为由 将我等推到街上的饭铺去吃饭 而你 则赶紧回到西头那间亮着灯的客房之中 包裹尸身 擦磨血迹 做好善后事宜 可是你没有想到的是 伙计在小巷口 与买猪头回来的拱生撞在了一起 拱生怀抱的猪头落地 伙计抱着的人头也掉在了地上 因猪头和人头同样是用荷叶包裹 伙计慌张不查之下 捡起了拱生买来的那颗猪头 急奔而去 而拱生则是拿起伙计落在地上的人头 继续前行 被巡夜的里长和甲钉碰到 事情最终败露 听说街上出了杀人命案 我吃了一惊 赶忙想看热闹的人打听 听说是拱生杀了人 怀抱人头被里长发现 当时我就隐隐觉得这中间肯定出了什么事情 果然我就回来告诉我 河叶包里是个猪头 我虽然生气 但想到那颗人头是在拱生手里被发现的 又指过了他和冯头户之手 再聪明的人也联系不到我身上 又平白无故地出了两个倒霉袋顶罪 这岂不是更好的结果 当时我还暗自庆幸 真想不到 想通了这些之后 我命里长率人在客殿的后门等待 果然 刚刚电火就背着死者的尸身偷偷溜出殿外 被里长等个正着 好 老先生 不 老神仙 我真是服了您了 要隔着我 明日一早就把拱生和冯头户交官查办了 今夜拱生和冯头户可是受惊了 回去你要好好安慰他们 是啊 请您放心 怎么着 曾先生 我把这俩真兄带回去查问查问 不忙 不忙 你杀死的那位客人叫什么名字 他叫袁大头 此人从何而来 这 小人没问过 那你为什么要将其杀死 只因剑裁起义 这才动了杀心 哦 也就是说你是独裁害命喽 真是 所得财帛现在何处 并无财帛 此话怎讲 小人还是从头说起吧 近日早间 来了一位做素的客人 老板 客官 您住店哪 老板 我还有些货在捕头上 麻烦你找辆车帮我运动客店了 好的 没问题 伙计 准备两辆车 好了 大头 找好客店了吗 找好了 这河口镇上啊 只有一家客店叫河口店 这不老板和伙计都过来了 行 先过吧 过来过来过来 来 我借助你 千万不可省畅 万一咱们能追来 那可一切都满了 放心吧 二哥 我就冒在那小店里一动不动 等你回来 最多明天我一定返回 这期间你可一切要小心 尤其是咱们的货 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事情就是这样的 那麻袋里装的是什么 盐 盐 所有的大毛宝里装的都是盐吗 正是 我 我还继续说吗 说 袁大头住进店里之后 要我们将所有的麻袍藏在厨下 而后给了我两罐钱 对我说不论是谁问起 都说没见过他 当时小人就想 这麻袍里肯定都是值钱的东西 下午我趁他睡觉的时候 偷偷地来到了处下 把刀给我 是烟 这么多烟 长队长队长 我听说虚义县那边闹烟荒 一斗烟能卖好几百钱 这么多麻袋 他不如五六蛋了 得这上百两银子 两小非君子 无毒不丈夫 载着他 把盐藏起来 等风声过后 咱们把盐挑了 卖个好家去 远走高飞 省得在这个穷地方 守这栋 嗯 掌柜的 他们还有个人呢 早上你没听他俩说吗 那瘦子明儿就回来 嗯 这样 等天咋了 咱们弄点酒 先把他滚趴下 然后宰了他 把脑袋带到没人的地方烧了 剩下个无头的身子 随便一埋 就算是有人发现了 那也是个无头公安 连死的事谁都不知道 包他破不了案 哼 可 要是他那个同伴回来了呢 那还不好办吗 说他晚上带着货离开了 再问之下就颓说不知 一无凭二无据 他能把咱们怎么样 就这么着 到了傍晚时分 我二人永久将其灌醉 而后杀了他 后来的事 您就都知道了 那些盐现在何处 还在储下 引我去看看 就是这 打开 盐在什么地方 这麻包是湿的 好 果然是湿盐 这么多盐 他们是从哪里弄到的 难道这样人 会是贩卖湿盐的盐消 这麻包上有字 嗯 江 怀 这个字是 哦 盐 这 铁字 转 转 运 石 嗯 江淮盐铁转运石 什么 盐铁转运石 这 这是官员 这就是江淮盐铁转运石的运研船 在寒沟翻覆之后落入水中的那些官员 不错 否则麻包上绝对不会印有盐铁转运石的字样 走吧 杭沟覆传后 沉入水下的官员消失无踪 官府屡次打捞军士无功而返 现在这些官员 却神秘地出现在了河口上 而是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这些官员是袁大头等人 从江淮盐铁转运石的仓房中偷盗出来的 而不是寒沟覆传后落水的官员 有这种可能性 可你注意到了没有 麻包潮湿这些字迹模糊不清 很显然是曾经被水浸泡过的 不错 可安师 如果真是寒沟翻船后落水的官员 而今已经几个月过去了 早已经干了 不然 南方气候阴潮 湿雾本来就不易干燥 再加上 这些人将麻包打捞上岸之后堆叠在一起 湿气就更加不易散发 因此 麻包潮湿是很正常 有道理 今天我们在上沟村还曾经说起 这上百只快船的出发和返回地点在哪里 是吧 不错 您当时说这个地点就在附近 绝不会离上沟村太远 与其说这几包官员是从江淮转运使的舱房中倒出的 倒不如说这河口镇附近有这些歹人的秘密窝点 还合理一些 您的意思是那些打捞官员的歹徒 就是从这附近驾着快船出发 待打捞完毕后又将所有的官员存放在这里 不错 可恩师我们看过地理图啊 这附近除了河口镇外 再也没有其他的村庄和镇店 一切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掌身 在 你方才说到与元大头同行的还有一个寿子是吗 是 正是 此人明天回到河口镇 我听他二人就是这么说的 你看 你 你 你 他 你 我 你 我 我 是您呐 元大头在吗 在屋里 还没紧呢 嘿 您总算是来了 这位爷搬到这个房间里了 快进去吧 他还等着您呢 请 请 就是这个房间 进去吧 大头 大头 你们是什么人 要干什么 袁大头和你是一路的吗 什么袁大头 我不认识 我劝你识相一点 不要逼我把事情做绝 这样吧 我给你提个醒 那几包官员是你们二人运到河口镇的吧 什么官员啊 我说你们是认错人了吧 你看看这个 你们杀了他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他不肯合作 希望你不会落得他这样的下场 说吧 那些官员从哪里来的 要是再让我问一遍 你可要倒霉了 说 老爷饶命 老爷饶命啊 放开他 放开他 说 这些爷是从北沟大仓房偷出来的 北沟大仓房 正是 正是 北沟大仓房在什么地方 离河口镇不到三十里地 胡说 地图显示 河口镇附近没有任何村镇房车 更不要说仓库了 老爷 小人说话句句事实 那北沟大仓房是两年前才建起来的 哦 是两年前才建起来的 正是 那里原来是一片荒地和荒滩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冒三 你们是做什么营生的 把道言的经过给我详细到来 是 是 小人就是 就是北沟大仓的水鬼 原大头是负责看管仓房的 因大仓内存有很多食言 小的二人商量到处一些卖到北边 赚些银子花花 这才趁夜潜入了仓房 倒出了六七包 我二人说好 小的负责去找买家 而原大头带着盐包在河口镇中等待 北沟大仓之中有多少水鬼 有 有七八百人 还有上百只快船吧 啊 你 你怎么知道 每次江淮转运时的运沿船在寒沟翻覆 你们便趁快船赶往事发地点 将沉入水下的食言打捞起来 运回北沟大仓存放 是这样吧 这 这 这你也知道 你的话太多了 回答问题 是 正是 是 事情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老三啊 你们是怎么干起这个营生的 在此之前 小人们都是在江河之上讨饭吃的 每逢货船翻墨出礁 人货落水 船老大就出钱 请我等钱去救助打捞 因大家的水性极好 穿上水铐潜入河底 能够几天几夜都不上岸 因此 河湖道上行船之人 将我们称作水鬼 两年前 一个叫林阳的人 花重金从各地将我们请来 林阳 正是 这个林阳是做什么的 据他自己说是个船老板 常年在运河之上运货跑船 此人出手豪阔 挥金如土 他对我们说 有一件大事要数百名水鬼一同去做 而且酬劳从忧 包吃包住 但有一点 几百名水鬼必须聚集起来 住在一处 本来大家还有些犹豫 但林阳当场就给美人 下了二十两银子的定钱 眼见白花花的银子 大家都经不住诱惑 便接了定钱分批来到北购 林阳已经为我们修好了住处 果然是衣食无忧 可当时谁也不知道他究竟要我们为他做什么 过了些日子大家发现 住处周围盖起了几座很大的仓房 就是现在的北购大仓 正是 正当我们惊疑不定之时 林阳带着监裤彭春和上百名手持刀枪的黑衣人出现了 他对我们大家说 所有前来北购的水鬼都是从事秘密打捞事物的 从即日起大家听候监裤彭春的统一调遣 任何人不得外出否则格杀勿论 这个监裤彭春是什么来头啊 这个小的就不太清楚了 只知道他是林阳的亲信 你继续说吧 听了林阳的话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 但既已上了贼船又难以反悔 再加上北购大仓妾被森严 想走也走不了 于是只得安心住下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 监裤彭春将所有水鬼唤醒 集合后穿上水铐上了快船 竟指使到寒沟的鬼石头 到了地方彭春才告诉大家 有一对蕴岩的官船在鬼石头翻墨 让我们潜入水中打捞落水的官岩 从此以后过一两个月 我们就要进一趟寒沟 记得最后一次是到寒沟北边的山阳县 你们是怎么样打捞那些落水的官岩呢 每条快船上都有几张粗绳结成的大网兜 水鬼们带着网兜悦入水中 将沉在水底的盐袋放进网兜之内 而后浮出水面 将绳索头交给快船上的人 快船上的人将绳头固定在船尾铁钩之上 启动快船 拖着水下满在盐袋的网兜 驶回了北沟大舱 果然与姓儿媳妇所见相同 那么那些运沿的官船又是如何在航沟沉没的呢 这个小的就不太清楚了 我们北沟大舱的水鬼只负责打捞 其他的一概不知 每一次将盐运回后就存放在舱房之内 过了些日子便会来一艘大船将库存的官盐全部运走 哦 什么样的大船 就是平时运河之上载货的翘头大盾船 那么这个大盾船将那些官盐运到何处啊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哦 但在装船之时 听大盾船上的人说话 好像是淮北口音 哦 淮北口音 哦 正是 每次大船前来运沿时 林阳都会出现 这样吧 今夜就由你带路 我们潜入北沟一探究竟 啊 老爷 北沟大舱把守极其严密 一旦被他们发现那可是死路一条啊 小人好不容易逃离那里 若是再回去 既然你有能耐跑出来 就一定有办法回去 这 这样吧 两条路由你选择 第一条路 待我们暗探北沟 回来之后 我便放你离开 第二条 现在就死 啊 小人还是选择第一条路吧 可 可老爷 您可得说话算数啊 回来后便放了小人 这一点你尽可放心 把他带下去吧 是 好 安师 一切都在您的预料之中 果然是这些人将沉入水下的官员盗走 而且 他们的窝点就在附近 嗯 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 寒沟赴船绝非意外 而是歹人们精心策划 续谋已久的巨大阴谋 首先 他们暗中袭击盐船 令其在寒沟翻覆 而后 再派出早已准备就绪的水鬼 赶赴事发地点捞起官员 将员悄悄地运走 存进北沟大藏房 最后 再由另外一批人用大盹船 将官员悄悄地运离 不错 可是 如此浩凡的作案过程 其牵涉之广 用人之多 实在令人炸舌 其中 不管哪个环节衔接不好 都会出现问题 我真想不出 究竟是什么人会有如此手段 而且 这些人截夺数百万的食盐 到底要做什么 掩帖是朝廷专售 他们是无法公然买卖的 是啊 这也正是我在想的问题 他们会将盐运到什么地方 又要怎样处置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恩师 要不要通知钦差卫队前来 将他们一网打尽 我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越是在这种时候 越要沉住气 绝不可搭草惊蛇 嗯 我想 此事 今夜便有分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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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这边港差 前面便是北沟大仓了 老爷 大仓附近戒备森严 除了马头外 船只无处靠岸 因此 咱们只能躲在树丛中查看 那树丛离仓房有多远 哦 马头旁边就有那片树丛 可有名言 大家一定不要出声 万一被守卫发现了 那可就完了 过了港差之后 但是加倍小心 将话不要高手 以免被那些守卫发现了 是 我们来的正是事 看起来 他们是要将那些盐运走的 把船再使劲点 老爷 别再进了 再进就要露馅了 我们使劲这片树丛 慢慢地看过去 越近越好 有树枝的盈户 岸上拥有火候 他们很难发现 走 走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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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来 那个穿肠活的人是谁 他就是监顾庞春 不过他就是庞春 正是 快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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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出京了 要大家动手再快一点 一起赶在二经田出发 快 是 他们要将官员运走 我们走吧 说明明的话 他们究竟要将这些官员运到何处 您的意思是说 跟踪他们 这些人之所以选择夜间出发 就是为他引起别人的主意 他们定然是想利用夜色作掩护 先将船队实立扬州 而后再继续运杀过来 狄春 拿狄团来 我们先返回何处阵 然后兵分两路 狄春帅张桓李朗和卫生 跟踪这些运言船队 摸清楚他们藏眼的地面 好 将我们送回何处阵之后 你们不需要再逃到这 而是驾船到上沟村附近去打他们 上沟村 为什么要到上沟村 不管这些人的目的地是哪里 只要顺着运河北上 必定会经过上沟村 待他们到 你们给暗中跟上 插个究竟 好 记住 绝不可轻举妄动 打草惊蛇 王爷 您就放心吧 没事 到晚了 我们今晚在河口阵歇宿一下 明天清晨 赶往山阳县 去山阳 正是 我要亲自查看李翰的死亡县场 再见一见那位 第一个发现李翰自艺的 山阳县令陆继英 带着一切都做完之后 我们便返回扬州 等候 第一春的消息 那时 原方也该到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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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